武侠巨星王宇 4月5号因呼吸衰竭病逝 享受80岁 28号早上举办告别式 许多亲友都到场 曾荣野隔海录制影片 当年王宇大哥 王宇大哥是大家心目中的武侠大师 在这么多年从一生涯中 他对很多后辈的关照 提携和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的经典作品 也会长留在影迷的心中 王宇大哥 我们永远怀念你 而黄大为也现身 他表示 王宇大哥是父母的好朋友 他是代替远在香港的妈妈前来 送前辈最后一程 此外在告别式结束后 王宇的三个女儿也手牵手走出来 老大王欣平和最小的王美宜 分别从香港和加拿大返台 两人和二女儿王家路 一起处理爸爸的后事 基本上我们都是感谢父亲 因为父亲在大家眼中是大小 他从小对我们的教导 也是像是大小一样那么严厉 但是他其实是很有深意的 因为他希望我们三个女孩成长 别生自爱 长大都是好女孩 懂得礼数 懂得礼教 然后我们未来的佛家 是会同学我们爱我们 所以这是父亲从小严格管教我们的生意 我们长大了就都理解 所以刚刚我们三个在台上都是感激父亲 也非常感激 今天不为疫情的这个攀升而来 亲自送我父亲最后一程的亲朋好友们 那家路是这几年真正在台湾亲身照顾我爸爸的 非常辛苦 所以我让他跟大家讲一下 谢谢大家辛苦了 我知道过去这几年 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我父亲的身体状况 我只能说我爸爸身体底子太好了 他的意志力又非常非常坚强 所以这几年对他来讲反而是很辛苦的 虽然他现在走了离开我们 但是我相信他是解脱了 而且他去到更好的地方 爸爸在临终前还有临终最后一刻 我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并不是像外传他是孤独的走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爸爸的终身成就 应该不只有金马奖 他还有我们三个 他应该很骄傲 谢谢 谢谢大家 订阅 江湾 人 优优独白 优优独白 人 绘独白